Lio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哥德爾對上蒙古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阿拉伯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紅方 紅方是蒙古 蒙古在阿拉伯的話 算是比較沒有那麼的強勢 那他的玩法比較需要 需要用他的這個騎兵的機動性 去做一個騷擾還有一個馬弓 盡量不要跟對方打正面 那算是一個正面開戰的話 要到帝王後期 這個大衝車好之後 加上這個大洛馬和蒙古突濟 才會比較強勢一點 那蒙古在中期跟初期 算是比較難上手的一個文明 好 那來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地圖這邊黃金在後面還不錯 那果汁的地方也還可以 因為這個地方也算是相當好守 這邊就要圍一下 然後這邊再直接拉到點 那基本上直接用這個單純圍法 這個小圍的方式 蒙古就可以圍得蠻舒服的 好 那來看一下哥德 哥德的話算是步兵文明 那他比較特別的是到帝王十代 可以到210人口 可以多10人口 那他的步兵是很便宜的 有6、5折到帝王十代 所以哥德只要打步兵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如果遇到奇兵國的話 這個疾兵也是有這個減免的 所以打這個疾兵 只要這個把疾兵的這個位置 喔 不好意思 哥德沒有疾兵 只要把這個縱裝槍兵 放在四彈的位置 還是打得不錯的 但是就會比較相對被動一點 但是哥德打正面突破戰的時候 算是蠻強勢的 因為他這個暴兵速度很快 只要自己經濟有搞起來的話 對方可能會被步兵海淹死 好 那來看一下左邊這邊金礦球 哇 這金礦看起來對哥德這邊有點困擾 有點太前方了 那果子也是喔 果子也算是偏對手 也不算偏對手 但是有點偏外圍喔 如果他的位置可以是在後方這一點的位置 或是在這裡 這裡一點的話會更好 那他還是有點偏往前一點 所以要騷擾來說的話 對手很簡單 只要過來這邊騷擾一下 然後往這邊走 喔 又可以燒到果子喔 就是自己往這兩邊走 這個牧區 果子 金礦喔 全部都可以騷擾 那其他的安全金礦區都有點偏遠 所以哥德目前看起來是要打強勢一點比較好 而且他的牧區很慘 只有兩塊木 這兩塊木造成哥德的發展來說會有點困難 其他地方都是空曠的 並沒有任何的資源可以採 哇 嘿啦 這場也太慘了吧 這個地圖有點不太OK喔 好 那這邊稍微加速一下喔 看看兩邊怎麼打 那蒙古在阿拉伯最大的優勢是前期喔 是這個駝吊跟大象 租這些野生動物的時候 吃的速度比較快 算是一個不錯的加成 前期可以打肉馬或者是棒棒 可以對手到一個不錯的壓制 那蒙古的話他也比較有一個特殊玩法 就是有一個16P 然後上封箭實彈 這個超極限的 然後瞬間打這個大陸馬 但我覺得那個打法有點太極限了 他這個打法可以打這個小弓喔 弱馬都可以 但是那個威瑟利 如果被守住的話就很慘 如果沒有被守住 有燒得到一點東西的話 其實就蠻賺的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P數 是來到了20P 欸 蒙古這邊是17P喔 跟我說的少一P 這還不最極限的 但17P也是很快的 好 那來看一下 哥德這邊是要打棒棒喔 果然高手的思維就是地圖浪 我就打棒棒 好 三棒敲死你 Let's go 好 三棒出來 哥德的步兵很便宜喔 那黑暗時代就有減免的樣子了 那這邊過來看一下 棒棒能不能打到東西呢 黑暗時代好像是減免20%吧 直接打8折 那帝王時代每個時代5折 風箭時代25% 塵寶時代30% 帝王時代35% 對 差不多 所以這邊喔 有打折的關係 他不用挖滑金 就可以直接生那個中甲步兵喔 然後還有剩下2黃金了 所以哥德打一個裝甲騷擾進攻方式不錯的 好 那這邊蒙古是決定要打小弓喔 那這邊急速上風打小弓 這個想法 還蠻好的 這邊一打小弓喔嘛 上面就抓到了 黑暗這邊哥德的裝甲步兵了 你們在想 這個時間點其實小弓是應該不會這麼多隻的 但是這邊蒙古是一個急速上風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工兵出來速度很快喔 所以這邊步兵過啦 繞了一圈 沒做到四就要撤了 哇 那這邊黑暗有點血虧喔 如果這邊有看到這邊 他是急速上風箭時代 然後出這個小弓的話 這個裝甲可以 可能不用點了 可能就38棒出去騷擾就好了 這個裝甲不一定要去投資下去喔 但是對哥德來說好像不會太傷喔 因為並是這個 護兵文明 然後那這邊看起來 這波攻勢全被解掉了 連戰矛兩隻也被點掉 蒙古目前打的方法 雖然是比較穩扎穩打的方式喔 並沒有太特別的方法 好那這邊 這邊黑暗知道自己金太差了 你要查劍塔防守 金就是命脈 那右邊這個位置 哇這跟我剛剛開頭講的 你看這個位置很煩喔 你這邊被騷擾完之後 你的果樹還要被騷擾 然後這邊是被騷擾完一全 你後面 又剩這一塊木區 然後這裡又要被騷擾 哇人家騷擾是一條龍服務的耶 這個路線是一條龍的那種 好但是這邊有戰矛 所以應該可以輕易的守住這邊的木區 好戰矛過來 小心 工兵 工兵可能要控一下 那戰矛可能要稍微移動一下比較好 喔 但是後方這塊木區 長槍兵過來了嗎 長槍兵沒有點 好中槍過來了 這邊算而已 哇糟糕這邊村被抓 但是直接被敲11隻刺猴 但一村也被抓掉了 目前黑拉損失兩村 哇有點虧喔 這村民在發呆 好黑拉這場失誤有點多的樣子喔 這個幾點沒有射好 村民就亂跑 好這邊選擇到挖石頭來防守 因為地圖實在太差了喔 這個不挖石頭來插箭塔 可能有點難守住這個蒙古的騷擾 好蒙古的小弓數量有點多喔 哇七隻喔 好七隻小弓繼續再往前 那家裡的田有補喔 他的打法比較標準喔 是單TC打法 並沒有一個太大的一個特別的地方 但是他的配置蠻好的 就是這個家裡的經濟喔 田都灑得夠多了 那哥德爾黑拉這邊也是喔 用最少量的兵喔 再去做防守 然後在這邊挖石頭的村民 直接被抓包 然後往回拉了一下 但是有戰喔 但是這裡有一隻村民 要被赤頭抓死了 哇這個種田的村民 直接被赤頭拿掉 那上面這個地方喔 小弓雖然損失了一隻 但是喔兩隻 但是有順利喔 抓到第二村 黑拉又再吃食物 哇這一村怎麼跑出來的啊 哇我的天 黑拉連續食物兩村喔 這個心態可能會炸開 然後這邊想要蓋木門 但是有點慘 可能會再死一村嗎 欸唷 差一點 左邊這一村差點也死了 哇這一村死的有點虧喔 目前黑拉很慘喔 已經死到了四村喔 特命樹 欸沒有被拉掉 特命樹並沒有明顯的被的差距喔 因為這邊 蒙古有比較早下這個城堡山 好那這邊有場上兵跟這個 攻守 全部把家裡的兵全部送光了 然後對手發出了一個悲悯啦 啊死啦死啦全送光啦 那這邊 好蒙古 要繼續出這個小弓嗎 看起來不要繼續出小弓比較好 小弓可能 誰去騷擾喔 不要去跟對方硬幹 唉呀 他剛打完 R.A.P.小弓 然後結果小弓就只能要R.A.P.了 哈哈哈哈 好趕快喔 先點掉對方攻兵喔 戰錨可以無視 能換一隻就是一隻喔 再換一隻 再射一下 回手射一下 OK換掉了可以走了 剩一隻小弓 把這些又讓敵人追拖一點時間喔 比較好 讓在毛去追 好以上殘寶時代的話 這邊蒙古應該會先打個騎士喔 品種跟一級房就點下了 一下就有太大問題 這二級房會不會先點呢 還是會先爆出四到六隻的騎士 再去點一級房嗎 好這邊就要來看一下蒙古這邊的取捨 這邊的肉量跟黃金是可以點二級房的 這邊是先投資這個 公刑具喔 二級木要先點 沒錯 上城堡一定要先點 騎兵這邊看來是要用爆騎士的方式 先爆出六隻騎士 然後再去做騷擾 那後面再慢慢把自己的經濟 給補下的一個正規打法 以上城堡就是爆騎士喔 沒什麼太大的懸念 好那一隻騎士去解掉所有的攻兵之後 騎士開始往前衝 哥德這邊是點下一級 攻 海甲沒有點下 看來步兵還沒有決定要打 這邊點一級攻 該是要點騎士喔 欸對耶 這邊點品種 那這樣哥德打騎士 我不確定會不會對他來說是一件好事 雖然哥德在城堡是可以打騎士的 但他並沒有打出他自己的文明特色 步兵減免的一個效果 那所以這邊重量長槍兵應該也是會點 先點一下會比較好 好那騎士騷擾 然後長槍兵為防守 那待會應該會優先下這個修道院 修道院可能會馬上下下去了 還是會先點這個一級物的 好OK 對修道院馬上下了 呃長槍兵也點了 確實這兩個都應該要做了 你知對方有這麼多騎士的情況下 長槍兵的升職跟修道院是必須的 這不是一個步兵國文明來的一個思維 你一定要這樣打 你不這樣打會瞬間被秒殺 好那長槍兵確實也做到一個不錯的一個防守 但是大量騎士直接咽了進來 很危險 這邊的騎士直接無視長槍兵跟TC了 騎士想看誰就看誰 那這個算是一個比較常見的一個 騎士暴無視TC的存在的打法 好 那這邊修道院生命還沒有按 先用電吧 我們應該想要去捕撈這些騎士的路徑 好那蒙古這邊看起來騎士稍微不太到什麼東西了 我們馬上補一下3TC要轉容了 這就是先行爆一波騎士 然後轉容的一個打法 我個人也喜歡這樣子 只要上時代有優勢 我就會抱一大堆騎士 然後去對方家裡砍個一波 然後發現自己快筆手術的話 就趕快轉容了 開始轉防守的方式 這樣子的話 對方還是會繼續抱這個防守的兵種 可能會有出現這種經濟會跟不上的狀況 所以這個有點算是心理戰 第一波我先打強勢了 然後第二波就開始了 轉容的方式去防守 好那騎士直接拉到家裡 應該還會再往下跑 應該會這樣繞個一群喔 繞過那個敵人的視野 然後去做騷擾 然後在出去騷擾之前 先讓這個生女補下騎士的血量也可以 那這邊的話騎士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出去騷擾 然後另外是生女先去減移劑 那這邊是選擇先補血 那3TC一開始補下之後 木頭是非常需要的 那這邊木頭趕快去補這個農田喔 才可以 好來看一下 目前兩邊都是用生女先來補血 並沒有去找移劑 那貝勒這邊終於點下一集馬凱了嗎 欸結果馬凱沒有點 反而是選擇步兵路線了 不過來還是喔 步兵還是要打步兵 步兵我明明打騎兵的話 還是沒有那麼的有優勢喔 打步兵還是比較相一點 然後那個 目前看起來自認自己喔 看到對方有開TC的情況下 用這個 村民喔 應該來蓋這個高地堡 插這個位置 直接封鎖一隻 一個金礦跟TC喔 還有這個騎士 果然是插這個位置 因為這是高地堡 然後可以鎖到一個金礦 還有木區也可以防守 這樣子的話 對哥德來說比較OK一點 不然這樣子一打防守可能會出事 那這邊也比較好的 這邊蓋一個房子 然後這裡再圍巷 這邊蓋村民的 蓋城堡的村民 應該就不會受傷了 這邊後面還有一個保險站 後面還有三隻僧侶 在後方過來直接ALL IN 但是家裡被砍到村民了 這裡被砍到一個洞 在結收村 大量村民在前面 城堡能蓋得起來嗎 但是後面的騎士跟長長兵 還有三人在招牆 順利招到兩隻騎士 好 趁保順利蓋得起來 這裡要撤退了 好 那在前線的地方 蓋一下一個TC 那這邊換到一個TC的話 對哥德來說 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 反抗成功喔 好 好 那看起來這個TC也是要掉了 應該要看一下蒙古 這邊要怎麼繼續打 這邊都出馬的單位喔 應該不能把這些單位放在家裡 去做防守 這樣最好的方式喔 可能是要去用這個 城堡 走入這個位置 走入這個位置 那這邊的話還是有高地 比較麻煩一點 可能要毒手也是 看蒙古的一個想法 把家裡這邊毒俠 先把主側全部守住 那這邊TC蓋在後面這個位置還可以 那我覺得比較好的位置的話 好像那邊就是比較不錯的 這邊都是不能蓋TC的 雖然這邊有這個金礦 但這個TC的地基 是敲不下去的這種高地的 好那這邊直接一個繞進來 大量騎士 直接A過來跟騎士 馬功 馬功要拉打一下比較好 大隊騎士這樣子 能力有點糟糕 好那哥的這邊 慢慢轉出了 哥的部位隊 要來防守進攻了 嘿 康康兵差點打到 這一下的騎兵 好 這邊來不及 為死嗎 哎呀 直接踩在門口 戰力後面這局 又堵了起來 哎呀我的天 大量騎士 直接直擊 刷石 Go 這裡沒有任何的部隊在防禦 唉呀 這邊直接繞進來 對於蒙古來說 是一件巨虧的事情 聰明被砍到非常多 然後那這邊蒙古 雖然殺技術13村 但是 哥德這邊也殺了10村左右 其實有點像平衡打擊 但是蒙古這邊有上 城堡時代的一個城堡時代優勢 該TC有這個多一點 哥德這邊也補下了3TC 開始來農這個經濟 但是這邊 輪走技術跟這個攻擊技 有算比較晚點 那沒有辦法 你要先把這個木頭奔石 我先投資在這個軍事上 先傷到對方經濟喔 跟走出家裡喔 才是重要之事喔 騷擾財之後的事情 好 那哥德火衛隊出來 直接硬打嗎 欸咦 這邊包夾戰術能成功啊 哥德火衛隊 哇打馬功很痛 哇敲死了 好 哥德火衛隊 果然一貼到 就能做到很多事情 所以哥德火衛隊 要貼得到 好 可是哥德火衛隊很怕騎士的傷害 其實一出來打會很痛 所以蒙古這邊有另外一個打法 就是選擇出草原騎兵喔 然後再出這個蒙古圖鏡 這種打法比較好一點 因為草原騎兵的話 黃金需求量幾乎是騎士的一半而已喔 跨到一半 大概 六折左右 騎士的六折 所以 這樣打起來的話 不用耗費太多黃金喔 也可以 爆出大量 近戰黨惡喔 去針對這個 哥德火衛隊 那 哥德火衛隊 比較怕近戰攻擊 那草原騎兵的好處 蒙古又有加成血量 所以打起來來說 我覺得是不會虧倒 對於哥德火衛隊 好 那這邊 欸看到長兵先 點掉 哇 撞一槍 那這邊 森林高 直接找翔原跑也沒有用了 好 這邊要直接先射聰明嗎 裴燒先射老頭 直接先射老頭 OK 老頭全射弓 兩百斤 瞬間入袋 這邊又被射射了一下 看起來有點痛苦 看起來有點痛苦 好 那這邊哥德火衛隊 前面還是繼續壓制 兩邊都互相傷害 但是馬弓做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馬弓不能躲在家裡防守 至少就是像他這樣直接出去 然後家裡用少量的單狼 用騎士 或是草原騎兵 用插城堡的防守就可以了 那哥德火衛隊 這麼多的情況下 還有森柳 我覺得直接插 直接出草原騎兵會更好一點 因為草原騎兵造價更便宜 被招牆掉的話也比較不會那麼的痛 OK 這個攻擊一具有多疑射程 對於康克這個 森柳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哇靠 但是這邊 這個馬弓一過來 哥德這邊 直接爆炸啦 聰明被殺非常多 這個電台也起不起來 就被全部收掉了 這個聰明 那這邊 反而是這邊進去 也打到東西 這裡要回救的話 有點危險吧 目前哥德有點進翠兩難喔 回首的話需要時間 那馬弓來說也不太好防守 現在來到這個靈炮了 靈炮來打比較好一點 現在大量的騎兵 直接過去送關了 哇 這一波控兵有點問題喔 這一波直接跟對方敲了起來 好的 哥德這邊遇到了一個大問題喔 現在家裡有問題 錢壓也壓不進去 聖旅這邊看到騎兵過去 也沒有遭響 哇 現在忙不過來了 聖旅要送光的樣子 聖旅直接過來 能進城堡嗎 唉唷 兩隻都進去了 漂亮喔 好 我們全部進去之後 一出來 下來直接遭響 沒遭到 現在有各的護衛隊 直接有弩炮反擊馬弓 馬弓死傷也非常大量 兩邊超度一點不過來喔 太忙了太忙了 好 在哥德這邊爆出了大量的軍營 這邊看來要來個絕地大反殺了 這邊哥德的這個冰非常便宜 只要爆量大量的哥德 不會對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邊 唉唷 但是這邊猛火開下第四個TC 哇 這個TC蓋這個位置喔 你們已經覺得血物桶蓋這個位置了 因為這邊喔 都是高地跟低地的關係 沒辦法輕易地蓋下去 這邊的話還是可以蓋的 這邊這個地形都很慘 你看這個地方 都是高地喔 TC很難蓋 好 那這個會對造極之之特 馬弓直接上前 要來硬點勝率 勝率也勝率地被點掉 但是還是被招搶掉了一隻騎士 欸 不好意思喔 這場應該不是黑啦 這個應該是佑打的這場比賽喔 更正一下喔 這個觀戰 軟體喔 有時候會出這種問題喔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會出這種Bug 好 明明打的是佑 但是上面寫是黑啦 哈哈哈哈 可能可能我看太多比賽喔 有時候這觀戰Bug 我就沒辦法更改 所以我太常害怕 錄影的時候遇到這種Bug 然後我們影片在早期的時候 很多人在 反應這件事情 說什麼 主播場看錯啊 什麼 其實不是我看錯 是因為我太常遇到這種事情 所以我一直有 我自己已經 自己已經看錯了 因為有時候以為是Bug 就是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 蠻困擾我的 即使用了這個新版的觀戰模擬器喔 還是會有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左邊這邊進攻喔 這邊打進去了 哥德霍隊跟長王兵的壓制蠻強的喔 這邊哥德霍隊可以扛電子 長王兵可以打騎士 但是這邊有兩枚兔互相傷害 哥德家裡並沒有太大的一個防守能力喔 騎士直接上去硬拋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基本上有一 黃金兔直接被壓制 可能會斷金喔 但是這邊有 黃金適量器庫存是ok的 哥德霍隊 欸 長槍兵沒空好 直接亂走一波 結果哥德霍隊技能上快送完了 長槍兵這時候才進去進場輸出 但是已經後面大量馬弓在馬網輸出 長槍兵長槍兵也被送光 哥德霍隊加上長槍兵的壓制 全部被解光了 那這邊蒙古打的方法是 直接出這個蒙古圖界 看起來要轉圖界喔 打這個不打馬弓了 雖然這個馬弓 射到凍莊也是蠻花錢的 然後那目前騎士加馬弓的壓制 導致哥德家裡有點斷金喔 黃金兔已經歸零了 沒有任何人都挖黃金了 那左邊這邊又有幾隻村民被抓掉 那這面看起來哥德沒辦法繼續進攻了 可能要再想辦法回救一下 哇 那個騎士的量有點多喔 好 那這邊直接用個高地進攻反擊嗎 我覺得這個數量有點危險 直接撤退比較好 好 那我可以拉這邊 有順利接到幾隻馬舊單位 但是後面有更大位的軍隊過來了 這邊要來爆兵打這面 好像沒什麼看到問題 OK 直接扛下這一波的傷害 那再來招牢兵騎士的單位 可以大量騎士直接砍死 OK 搞定 輕輕鬆鬆 馬攻數量越來越多了 哇 這對蒙古來說是件好消息 馬攻數量越多 這個騎士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這邊哥德想要去找黃金喔 那也是被誘這邊發現 這裡有沒有人在挖黃金喔 可以蓋城堡 挖個黃金壓金 好 那這邊直接來拆這個PC 來那個TC 射攻劍 射馬攻的效果太好了 其實有非常大量的馬攻 已經起來這裡 你看地上一片馬攻的屍體 這個馬攻抗箭矢的效果太好了 好 那這邊 跟長蛙兵過來拯救這邊TC 能守下來嗎 其實長蛙兵打擊的傷害已經蠻多的 但是依舊守不下來 TC還是要被拆出來了 但是有更多的部隊 往這邊走得過來 欸 結果這邊是等一下 想來直接挖金礦 結果聰明被抓包 哇 但是這邊喔 TC的血量太低了 裡面聰明被噴了出來 這邊哥哥哥的隊 再過來防守 好 那個騎士當關全部送光 剩下馬攻 這一波爆炸成成功啊 那時候蒙古已經上了帝王師帶 這一波大遷徙 有點被抓得有點慘 聰明還在跑 但是沒有騎士喔 不太好追 這一波蒙古拉這一坨兵出來 聰明出來不知道是不是件好事喔 一點看不太出來 然後上面更大量的馬攻被抓掉 哇 這哥哥的位隊直接無雙 兩隻追著 五隻在跑 哇 然後還打不掉 該不會這兩隻可以撿到全部吧 哇 又損失一隻 好 這邊直接蓋 欸 直接路過TC 但是這裡沒有蓋木牆 有點可惜喔 這邊蓋木牆可以阻止這個 村民的一個動向 但這邊蓋城堡 引起了一小步的騷動 這邊哥的直接拉了非常大量的步兵 直接想要來守思城堡 看看這邊的一個進攻守護 這邊村民 這邊村民走了一個馬拉松啊 從上唐北極跑到 右邊 然後在這邊蓋城堡 我的天 這就是你的金還是我的金的意思嗎 這個 這個 額 不知道怎麼說欸 這個蒙古這位玩家有點 有點 有點像MIPER的影子啊 MIPER也是很喜歡這樣子 好 明明是對方的金喔 明明是要把它 成為自己的金 我就用大量的步兵 跟城堡直接壓在這裡 這樣子鎖金確實被哥的來說蠻傷的 好 我們哥的護衛隊 打城堡 倒到一半 直接去拆 單位 因為這邊再繼續打城堡 一半 因為有村民在修理 重點這邊血量也是拉蠻多的 但城堡的血量還是OK的 哥的護衛隊從右邊走過來 而且這邊還一路上殺了蠻多的親奇兵 這邊 大戰看起來這個城堡還是要不飽了 哥的護衛隊繼續守思 但這邊有這個堵射孔了 直接可以塑到這個下面的單位 好 哥的護衛隊在左邊 我持續的往右進攻了 好 這邊看來村民受不了了 還是得跑 不能再修了 但上面這個城堡已經蓋好了 哥的護衛隊 守思城堡 但是蒙古得上了地獄時代 霸學點下 防禦也點好了 三級攻點好 那這鎧甲也在點了 雖然城堡被手撕掉了 現在有三級攻跟化學的傷害效 哥的護衛隊的防護率已經 好像沒有那麼的強勢了 雖然還是蠻能抗箭矢 但是這邊大量的馬功 還是可以收掉這個哥的護衛隊的 好 哥的護衛隊這邊 想要再繼續做一個補救 然後來直接拆個巨頭的樣子 那巨頭有點麻煩啊 帝王時代的話有點難搞 目前哥德這邊肉量不夠 黃金也是喔 是沒有法典這個帝王時代了 反倒是龍果 時代越來越好 屬屬一閃 那開出這個清洗兵 清洗兵一好之後 血量能更多喔 不會到118滴啊 原來一台段多的哥的護衛隊就過來 但是馬功地就在起操作 恩 不會是射速最快的馬功阿 蒙古人馬功射速可以很快 噓詩 噓詩噓 OK 那看起來哥德這邊應該拚全力喔 暴兵去防守 上帝用時代有點精切的時機 但是這邊出現了點小失誤 城堡直接手撕 公司踩隊 結果飛一個城堡反殺 還好他要點這個防禦喔 不然這個可能是會更嚴重 這一波操作下來有點傷 但哥德這邊右邊又有個外換 這邊馬功也在生產 哇這個一生產這邊騷擾又很煩 哇這邊達兩哥都會直接回救 欸但是這邊蒙古又在做壞壞的事情 直接在上面蓋馬舊 看這個馬舊又要來繼續突襲騷擾了 呃右這邊看起來是沒有想要上帝用時代喔 這邊要上帝用時代也是相當困難 黃金雖然夠多的 好達兩哥都會直接給了城堡 好我們有在管這些蒙古福記在這邊打 好但這邊這邊又還是不忘要騷擾 要做的事情很多阿 那前面這塊已經是他最後的命脈之一了 那還有這塊金 好那這邊蒙古福記 遇到三隻貼上來 完全打不贏 這邊要不要鎖一下路線 欸鎖一下鎖一下 哇這個木門沒蓋好 直接被溜了過去喔 這個城堡可能拿不下啦 因為這邊是有補色孔的關係 這邊收穿之後 箭矢數量達到很高的地步 幾乎是最高傷害了 打這哥德威隊還是蠻痛的 這個手撕城堡戰術大失敗阿 好右邊這個城堡 依舊拿不下哥德能繼續在進攻嗎 看起來很困難 說明書還沒有200P 依舊在城堡時代 哥德威隊還在出 但是蒙古這邊的肉麻已經升上了這個 匈牙利清奇兵了 大肉麻升級升完了 血量來到118滴 又正面中打出了Gigi 看起來沒辦法 太困難了 OK那看一下 這邊喔 又有點這個無鎮無狀態 無鎮無狀態點一下之後 就可以從軍營生產哥德威隊了 那他報警速度會越來越跨 但是你看這後面之後的經濟喔 科技發展幾乎是零成長 因為他被屬在城堡時代 並沒有辦法點下更多的科技喔 後面後續看起來 也是一個蒙古的一個順利發展喔 資源上也是完全完勝喔 雖然又這邊拿 拿到了兩千 拿到四個遺跡喔 總共產了2700黃金喔 所以在一個基本功來說 他錦雞還算是OK的 但是 對於這個機動騷擾喔 這個又有點出現小小失誤喔 所以大致上 有一些村民喔 被這個馬公喔 跟肉馬全部收掉了 那也是這個蒙古 我覺得算是打得非常好 這個很利用這個騎兵的機動性喔 到處征戰喔 沒有再停下來的一個趨勢喔 所以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想法喔 那我覺得喜歡玩蒙古喔 或是馬公無名的玩家 可以參考他自己套打法 就是瘋狂往外 再把兵往外派喔 然後家裡用少量的兵 防守就好 就盡量不要把自己的騎兵放在家裡 能騷擾就騷擾 打到就是自己的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